台舉辦促銷活動 其中阿里巴巴只行動了一小時 交地價就達到五百多億 接近去年全日總成交額的一半 有兩間進在上海裏 阿里巴巴旗下網購平台天貓 在11月11日凌晨展開年到網上救物戰 991億 100億 即是留了三小時 交易額達到100億元 比去年快了超過一倍 交易額達到100億元 頭一個小時交易額更加突破555億 接近去年全日總成交額 1207億的一半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郡 亦都有道場見證新紀錄誕生 當中有6萬個是國際品牌 集團認為反映双11成為國際化 天貓今年亦都結合實體商店 消費者在智慧門店和零售小店等等 都可以參與双11 譬如說你會看一件衣服 他們沒有尺寸 但你喜歡尺寸 你喜歡尺寸 你喜歡尺寸 他又說減價促銷是吸引消費者的一個方法 集團會繼續引入更多創新元素 無線電視記者楊家俊在上海報道 我們雙11網救節 上海家抽查發現 四成網救的商品不合格 雙11網救節標榜價年 但是不是密尾呢 上海市工商局在雙11前夕 抽驗近30個網上購物平台 一共254批設的商品 主要是經常涉及消費者投訴的服裝 鞋里 行李箱和LED燈飾等等 結果發現其中105批次不合格 包括兩款著名體育品牌運動鞋 內置性能和黏合強度不足 另外包括一款名牌行李箱 抵禦震盪和衝擊性能不合格 手把測試29次後脫落 遠低於標準要求400次 上海市工商局已經約見相關網救平台 要求加強規範雙11促銷 並且責令經營者將不合格的商品下架 每年雙11網救產品貨不對版 退貨不時發生 證券時報報道 今年有12間保險公司 推出近50種消費保險 有保險公司說 無應產品包括銅裝、玩具和尿片等等 出貨30日內 消費者可以享有免費第三方檢測服務 例如貨品被驗出不合格 消費者最高可以獲5倍賠償 在網救平台買手機屏幕碎裂 保證服務商24小時內上門維修 去年雙11 阿里巴巴旗下網救平台天貓 單日交易額超過1207億人民幣 創歷史新高 物流方面也刷新全球紀錄 為了應付今年雙11物流高峰期 中國郵政在上海分公司 出動300多台機械人 負責分類快遞包裹 這個港光頭 我們相當於四個掃瞄儀 機器人通過掃瞄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一個路徑 然後就通過前後左右 指定到我們的隔口進入隔 這一批生力軍最快5秒送一個包裹 每個小時可以處理1萬件10公斤以下的包裹 單日處理量超過20萬件 無線電視記者賢家俊在上海報道 法國南部陀勞茲附近 一個男人開車蓄意撞向圖人 三個中國人受傷 中國領事館派人到當地協助 事快當地星期五下午 陀勞茲附近的布拉尼亞克 一間高中附近 一個男人開車撞向人群 造成三人受傷 其中一個女人傷勢較重 但就沒有生命危險 中國駐馬賽總領事最初就說 其中兩個是中國公民 後來證實三個都是中國人 年齡都是20多歲 司機被捕 警方說他是蓄意犯案 但相信涉及精神問題 和恐怖主義無關 菲律班總統道特爾特 再發表野火言論 聲稱自己年輕的時候 曾經殺人 月出發的確是後來 到時六十歲 你為何十五歲 就選了少年 在越南現港出政 叫太經合組織會議的 杜特爾特爾特 星期五將登地菲律賓 解釋數讀政策期間 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已經經常進出監獄 並且聲稱自己曾經殺人 菲律賓總恐怖發言人澄清 杜特爾特只是開玩笑 杜特爾特去年都曾經聲稱自己出任大陸市市長的時候 曾經槍殺罪犯 言論引來關注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 據報曾經計劃收取土耳其1500萬美元 協助他們中南一個能亡美國的伊斯蘭教士 並送回土耳其 分析相信調查團隊是要透過這些罪證 迫使他在通俄門調查上合作 弗林的代表律師否認指控 美國傳媒早前報導 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 已經被負責通俄門調查的特別檢察官米勒掌握罪證 華爾街日報報導更多詳情 說弗林和他的兒子米克爾 去年12月中曾經在紐約和土耳其官員會面 上途進流亡到美國的伊斯蘭教士 居倫引導回土耳其 居倫被指涉嫌策劃土耳其去年的流產政變 是土耳其埃爾當安政府的眼中釘 報導引述四個消息來源 說他們曾經計劃捉拿居倫 再用私人飛機 將他送往土耳其伊姆拉蘭島監獄 事成之後 土耳其將會支付1500萬美元 連被菲林作為報酬 據過那次會面還討論到 怎樣幫助在美國籌禁的 土耳其伊朗裔黃金交易商 扎拉布重獲自由 扎拉布因為協助伊朗 規避美國的貿易制裁 成籌禁 土耳其政府 據報曾經多次向美國政府提出 釋放扎拉布的要求 報導說這次會面的時間敏感 去年12月中 特朗普已經熟義由菲林出任國家安全顧問 菲林亦都在特朗普的過渡團隊擔任軍鍵角色 如果證實菲林上任國家安全顧問之後 和土耳其仍然就這些安排接觸 他可能涉嫌貪污 和以非法手段將美國公民帶出境外 發洩相信調查團隊是要透過這些控罪向菲林施壓 迫使他在通俄門調查上合作 無線電視機則一層穩定報導 多國領導人陸續抵達越南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會議期間將會舉行雙邊會談 據報中方表明 不希望會談聚焦南海議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專機抵達越南現港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今次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之後首次外訪 外界關注他和已經到埠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可能在星期六會談 安倍早前表示希望在戰略互衛關係下 在所有領域發展日中關係 並有必要向北韓施加最大壓力 共同社報導 中方以不能夠阻礙兩國關係改善的趨勢為理由 表明不希望會談的時候聚焦南海問題 報導說中方認為南海問題敏感 區外的日本不應該牽涉在內 要求日方正觀中國和東盟推進制定南海行為準則 報導說安倍考慮到為求實現會談 應對北韓問題 中日韓首腦會談年內舉行 以及中日領導人將來互訪等等 會在顧及中方立場的同時 重新反對中國在南海建立軍事基地 以及尊重法治和航行自由的立場 據報安倍打算下星期在菲律賓出席東盟領袖會議期間 和總理李克強會面 中方亦都提出同樣立場 共同社有報導 中國和東盟正共同準備一份聲明草案 提到對在南海的積極動向表示歡迎 報導說中國透過聲明強調和東盟的關係改善 用來抵制美日等域外國家 無線電視記者梁浩堯報導 有報導說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快將同意新協定 美國聯貿取被局有官員認為 通証仍然過低 回來會有詳細報導 封收 同 輪封收 同 立場 兩位 你可被我偏心 你平时少吃 活活样是老娘 第一道开胃菜 是由尽哇哇腰而尽 我们先把哇哇腰 相右斜着倒挂三天三夜 将她的血全取在那一分地方 我多不少活着割下 你们二位为什么不吃呀 我要去方便 方便方便 不是说好都给三百两 有小妖王吃吗 今天大家有口福了 小妖王是新家 已经在厨房准备了 哎呀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我也去方便一下 等一下可以吃到真正的大餐 师妹 你们的报道 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回家 不要找我 我发现了吗? 可春流了 我连来不连啊? 老美咧? 三水保湿 快点快点 这有这么少啊? 这有什么呀? 没错啊 人呢? 你好养碎啊 我不想再做你啊 给我一个驱赫 我 各位早晨 日报道说 由太平洋周边国家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快将同意新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代表在越南开会 路透根据最终声明草稿报道 制定TPP贸易协定的11个国家已经同意新协定的核心要素 内容包括4个特定项目也除得重大进展 不过各国在签署之前先要达成共识 声明草稿又表示 沿战协定当中为数有限的条款会终止 今次创伤内容曾经受到加拿大反对 而加拿大贸易部长就表示 TPP各国就达成协议最得良好进展 但仍然有一些工作需要较多的时间完成 TPP会在星期六发声明 美国联邦处备局有官员认为 美国通胀目前仍然过低 今年以性无表决权的 聖路易联邦处并银行行长布拉德表示 美国经济前景已经改善 但通胀率仍然过低 预料在今年年底之前也不会上升 布拉德对低失业率可以推高通货膨胀 普怀疑态度 又说目前利率水平适中 在12月如果加升 将会压低通胀的预期 而且会对市场发出错误順途 纽约股市各别发展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天下跌 收市跌39点 报23,422点 标准普认白指数跌2点 报25,582点 美国国会参议院推出税务改革方案 建议延后一年才降低企业税率 市场比分受到影响 健康护理股的股神压力比较大 不过传媒股有买盘 假扬大市跌势 外比晶片股业绩好过预期 支持科技股向好 道指全日都下跌 上午中段最多跌近69点 最后收复部分失地 全日上落不大 迪士尼股价升百分之二 市代华纳升近百分之四点一 科技股方面 平衡公司跌百分之零点三 应特意跌近百分之一点六 辣斯特克指数扭转上日跌小 收市报六千七百二十点 升0.88点 总结今个星期 道指和标普五百指数 都终止过去八个星期上升 分别跌百分之零点五和六点二 纳指结束过去六个星期上升 跌百分之零点二 暴先电视机正在荣家辉报当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月托证券 和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普遍向好 汇丰控股收市折合七十六个零两仙 比本港收市升七仙 中移动八十个四毫九 升一毫九仙 中国石油股份五个五毫八 升一仙 中国海洋石油十一个一毫二 升两仙 中国石油化工五个八毫一 亦都是升两仙 腾讯控股商八百十八个八毫四 升三个四毫四 中人秀二十七个七毫一 升一仙 长和九十七个九毫一 跌四仙 港交所二百三十个两毫一 升六毫一仙 联想集团四个五毫四 跌一仙 美国百货公司JCPenney上季亏损扩大 第三季亏一亿二千八百万美元 去年同期就是六千七百万美元 每股亏损扩大至四十一米先 批除特殊项目 亏损比市场预期少 期内营业颜减近百分之二 但仍然略多过预期 同田销售增长百分之1.7 增幅比公司上月预测高大约一倍 亦都好过预期 原油价格下跌 纽约旗油跌至一星期以来最低 美国运作中油台转井数量 今个星期六得五个月以来最大增幅 大销市场预期产油国会延长减产协议的支持 纽约旗油以每桶五十六点七四美元收市 跌四十三米先 良敦旗油收市部六十三点五二美元 跌四十一米先 总结今个星期 纽约旗油升近百分之二 是连续第五个星期上升 并且是去年十月以来最长一段上升时间 良敦旗油就升百分之二点三 亦都是连续第五个星期上升 欧洲主要股市持续下跌 其中英国股市连跌第二日 继续受到零售股沽盘所影响 德国股市连跌第二日 法国股市连跌第五日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五十一点 巴黎股市跌二十七点 德国股市跌五十五点 美国国负债券价格下跌 两年期国债资息率处于九年以来最高 财政部今个星期集资之后 市场人士減持国债 两年期国债资息率处于一厘六五八 十年期报两厘四零二 三十年期长债报两厘八八二 乐视网发出公告 说收到大股东假若亭的回合 已经无力继续履行借款 给上市公司的承诺 亦无力增持公司股份 乐视网在九月和十月 接连向大股东假若亭 发送要求继续履行借款承诺的陷件 终于接获回函 假若亭在回函说 早前两次减持乐视网股权 所得资金合共47万人民币 原本早前承诺会借给上市公司 还款之后又会增持乐视网 但随着去年下半年 乐视非上市体系和他个人出现资金危机 今年上半年危机持续加重 已经将减持所得的资金 全部用在非上市体系和个人所涉及的债务 目前已经无力继续履行 无息借款给上市公司 及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腾讯财经早前采访 目前仍然处身在美国的假若亭 指他目前未有计划回国 目的是要保住他个人 已经投资近10亿美元的汽车业务 报导有引述解若亭说 目前有共约4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在内地被冻结 整个落市的负债大约200亿元人民币 其中100亿元由他个人提供担保 本港经济增长略为放缓 第三季经济增长3.6% 政府修订全年增长率是3.7% 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3.6% 比第二季下跌0.3个百分点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 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实质上升0.5% 而总结今年上半年 经济增长4.1% 政府说全球经济大致向好 内部需求稳健增长 反映旅游业的服务输出上升3.7% 受到就业情况和收入良好所带动 私人消费开支按年升6.7% 整体货物出口也显示增长超过半成 全年经济增长最新预测 由上一季的百分之3至4 收入为百分之3.7% 今年的头三季的经济增长幅度 平均已经达到百分之3.9% 所以即使去年第四季 那个比较基数是会比较高一些 但我相信第四季的经济增长 应该都是不错的 在稳健增长的系统 楼市方面政府卦交投明显转淡 第三季住宅物业升幅 减硬至百分之1 不过市民置业供款比率 持续轻微惡化至大约百分之68 环球通胀持续在低位 本港通胀短期内上行风险不大 全年整体通胀率预测 轻微下调0.1个百分点至百分之1.5 无线电视记者赵嘉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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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财政条件 输解社会矛盾 改善社会气氛 明报社评 私人会所占用大量政府土地资源 纳维契楼私的情况屡见不鲜 沦为少数人享用的俱乐部 当局承诺检讨私人会所政策多年 到现在仍未完成 政府必须尽快改变现行不公不移的私人会所政策 不应该一拖再拖 文汇报社评 土地供应不足 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甚或成为影响香港发展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事实上本港并不是母地 而是缺乏开发土地的共识和决心 虽然土地房屋问题牵涉多方利益 开发土地面临重重挑战 政府务必以市民福祉为依归 仍最广泛民意支持 以最大魄力尽量找更多地来建屋 天气方面 月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夜间大智天晴 最高气温大约28度 节目明天和星期一风势颇大 和有几阵雨 掐员 4 7 5 5 5 6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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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